铁肺歌后 彭佳慧用声音征服很多歌迷 但她刚出道时 因为长相演艺录 走得非常艰辛 因为毕竟《旧梦》在1996年 是我彭佳慧的第一张专辑 我觉得跟大家见面的第一首歌 不应该是听起来编曲是 有种年代年份 然后有种老老的感觉 那时候还拿着这个歌 去跟拿着demo 拿着合约去跟老板说 我不要录这个歌 不然我们解约好了 因为我并没有很想出唱片 我在pop唱歌是很开心 当时的唱片公司 还考量到彭佳慧的外形 并下低调的宣传策略 唱片封面上 看不到演唱者的正脸 让她很沮丧 很大大的自应着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声音 谁会在乎彭佳慧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一直很反对这一句话 我觉得我好好的人 你干嘛要这样讲 然后再加上整个企划的 就拍摄的手法 也是整个MV出来 怎么都看不清楚 所以就自己觉得 那样子是不好的 可是后来慢慢了解 原来这是非常棒的一种宣传手法 当时还是新人的彭佳慧 不能选择想要唱的歌 加上对自己的外形没信心 让他很畏惧上电视宣传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新人 不好看 就是不好看 不自然 就是很别扭 对啊 所以 曾经在节目当中 一句话都没有说到 可能连镜头都没带到 不仅上节目备受冷落 彭佳慧还得面临主持人的批评 有一个主持人就在re稿 等一下就要换我了 但当然还有歌手在台上唱歌 然后他就看 等一下谁 彭佳慧新人 是新人吗 因为两个主持人在聊天 可是我已经在舞台的后面 他们可能还没有发现我 我就听到他们说 这新人 长得又惆怅 长得又难听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打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